很多人經常問脫塘甜飯煲 關於煮飯 為何飯這麼硬的解釋 這樣我會真真正正 不用米 米是沒有水份的情況下 煮一次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快點叫多些朋友過來 埋位 今天我們還會有這個 店裡還會有Coupon 如果放到這裏直播網購APP的朋友 現在在手機的直播情況下 左上角有個Shop的位置 大約我手指指著這個位置 現在就會看到有Shop的位置 按一下有20元拿 今晚之內在這裏直播網購 裏面的6本目在線直播的所有產品 都可以當20元用的 103元以上 快點叫多些朋友過來 我們這邊有十分之一 在這裡 對 高法文介紹 你 出現 你 這 這裏直播網絡的朋友 我們準備開始今天的直播 快點叫多些朋友過來觀摩 還有計劃和介紹一下產品 HELLO HELLO 叫多些朋友上來了 快點分享我出去不同的Facebook網站 或者這裏的朋友就快點叫多些朋友 快點上來看看我 我今天會有很多東西說一下 快點過來看看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都是玩煮饭的 但是呢 不用以为我只玩煮饭那么简单 其实装了E道直播网购APP的朋友呢 如果你在E道里面 E道的APP里面有一个E道超级市场 买个400元送上门有位卖 快点过来看看 照片朋友过来先 我要准备的了 9点钟开始了 各位朋友 你们好 我是今天E道直播网购的主持阿达 今天我会介绍很多不同的产品 但是最主要呢 都是解答一些关于 REDADA脱航电饭煲 有很多人觉得 可能不太会煮啊 或者煮硬饭啊 諸如此类的问题 那我现在呢 会由 不用买的情况下 真是 跟足我的YouTube的视频介绍 是3米可以煮到5至6碗饭的情况 是怎样去倒水 和怎样去煮 而且 开始来看一下 究竟这些饭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今天呢 煮饭的对象呢 就是刚刚在赤鱼市场买了 都挺贵的 现在的米开始加价 金像牌 这个5公斤米 那我不会倒了5公斤下去 那我今天会煮3米 就是5至6碗饭的 叫多些朋友上来看 对了 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这里的直播网站APP 或者Facebook那边留言给我 我立刻会解答 那在途中来说 我还会介绍其他产品 包括这一件 这个我们今天会开来玩 这个是Derma VC01的USB Type-C 充电的吸塵机 好过人的 那当然你转叉叉啊 现在这个Vidata 铁糖电饭煲呢 是Rainbow公司做行保养的一款 通常买了之后呢 你就单约有Rainbow公司贴纸 就是为之有行保养的 这个电饭煲里面 这个电饭煲来说呢 现在连出名到连CSL都有得买的 我们这里当然有得买 但是呢 有很多人买了之后呢 都不明白什么叫做 脱糖电饭煲 怎样去煮脱糖的效果 那我们今天呢 就会示范一下 怎样去煮 真正脱糖电饭煲 禁脱糖的功能 因为有很多人都是 煮出来说 觉得烦煲比较硬 我会解答一下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 或者是其实 怎样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 会用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由头煮到尾 这样就 现在我们开播了 好吗 各位朋友 首先介绍一下 我们的所有朋友呢 你们都可以在这个 iPhone的App Store 或者Android的Google Play里面 download我们 这是aa e do the message 这里就是 cognitiveapp Carr Secret 我的手机里 e do 下载用的时候呢 介绍到隔多 burden 有3点 到最底登録 就是我的账户 在里面呢 做一個自己的帳戶 用Facebook或者用Gmail登入 就OK的了 那就完全不用個人資料的 登入了之後呢 為什麼要登入呢 因為我們今天登入了之後呢 就開著APP 看我的直播 OK 這個黃色的icon 就叫做直播 按下去直播呢 大家會看到 有個寫著六本目 六本目就是我現在的直播 就叫六本目了 六本目在線店舖的直播 按一下 就可以真真正正看到我現在的直播了 現在的直播情況 就是可能大家都 我動一下 一定有的 接著呢 右上角有個shop OK 按下去shop 今天有這個黃色icon寫什麼 大家可能看不到 我讀給大家聽 買滿130元 當20元用 這是一個coupon來的 先按一下 拿了先 你今天知道11點59分 在六本目裡面買的所有東西 買滿130元 當20元用 即是說 你買130元那時候 買100元 買600元就買580元 他就 先拿了一個coupon 這個app 將來都很方便 因為他 不單止有很多香港的店鋪 不同店鋪的產品 小動物 狗 貓 小朋友 寶寶 寶寶 成人 電子產品 什麼都有 還有呢 這裡自己的chick up市場 柴米留言 買了400元送上門 就不用說耶穌的 一定會送上門 除非沒有貨 沒有貨 就會跟你支援聲 可以換其他 或者到時候退錢的所有東西 總之是保障了你們的客戶 因為我們做的 就是醫道直播網購做的所有東西 都是由 呃 我們有了正式銀行的監管 是不會 有任何 就是會 對不起客戶 你不到客戶 有損失的東西的 記得 就 裝這個app 在手機那裏 裝醫道直播網購 其實 我現在這樣都看到 有個直播畫面的 OK 那個直播畫面 我可以按大了出來 或者是 收細它 看一下裡面的shop 裡面有些什麼 我看中一樣按下去 一邊看這件產品 一邊看我的直播 OK 好玩的這個app 大家試一下裝 我介紹這個app之後 我們開播煮飯 煮飯期間 我們不會白等的 我都會介紹新的 OK 開播 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 講解一下飯煲裡面 一個盤 鋼盤 不是放燒賣的 一個 沒有水的飯盤 這個盤 其實普通飯就用這個盤 煮 但是脫糖飯就用這個盤 煮 不會升降的 也不用升降 升降那些無謂的東西 其實都是 想米脫水 讓糖分離開 其實脫糖用一個CPU計算 讓它蒸出來的飯 可以脫了糖的糖分出來 這樣就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OK 跟著 我今天玩的是三麥米 那個麥米 就不是你家裡的麥米 是它跟給你那個麥米 首先 其實我告訴你 我就 私火 買這些包米 拿來給自己吃 不過 大家有興趣看煮飯 當然是拿麥米出來玩 OK 現在就 一包米 這樣就 share多些給其他朋友看 怎樣玩這個脫糖前飯煮 首先 我三麥米 三麥米 就是它的上限 如果煮脫糖來講 就是等於五至六碗飯 就視乎你的碗有多大 那就一麥米 大家就會拿上來給你看 我倒下去米的情況 所以現在我再放第二麥米 我這次是不洗米 因為我要給你看看 米是沒有水分的情況 煮出來是怎樣的效果 正常來說 當然洗米才倒下去 三麥米 三麥米 我倒了三麥米 OK 給你看看 拿出來三麥米是怎樣的 下面是沒有米沒有水 上面有米 OK 米呢 即是煮均勻一點點 不要說 大麻一炙 OK 跟著 三麥米 一麥米 四麥米 三麥米 就是六麥米 六麥米 六麥米 我倒六麥米 給你看 那麥米也是用一個筋給你那個 因為我這裏不是廚房 所以拿水比較麻煩 這裏一麥米 其實不滿的 我當它九成先 我等一下補一點點 下去 你淋在米面 兩麥米 那麥米 三麥米 四麥米 五麥米 六麥米 但是我倒了六蜜,所以我都會再倒一點 因為剛才我每一蜜都不滿 所以我倒多半蜜左右 即是補回剛才不滿那些 其實應該都是六蜜的 但是 不要死用了六蜜這個損失 因為有些米的吸水能力 即是煮飯的吸水能力會差一點 你若覺得煮過那些米 煮出來的效果不太好 你可以 加多一點,減少一點都可以 看看米是半杯 不是半杯 是這裏 米剛才我下的是三蜜 是滿了的 一蜜為之滿了 我一蜜到三蜜,下三蜜 現在下了水了 我這次示範是沒有洗米 一般來說是一定要洗米的 一定要洗米的,做脫糖 即是你不洗米就覺得煮出來不太乾淨 很髒一點 我們現在蓋上它 這裏有很多個按鈕 但是我們只需要按一個按鈕 我免得抬一部電飯煲 只需要按中間這一粒按鈕 這粒叫做糖質CUT 日文叫CUT 即是CUT 即是英文的CUT 就是按這個按鈕 我們現在開始了 按鈕 它就會有一個走馬燈 不斷走的 那個走馬燈是走大約15分鐘左右 它就會跳一套數字 跳一套數字是20分鐘的 我們在這個煮飯的期間 我們就介紹其他產品了 但是呢 就記得 在Facebook的朋友 share出去 叫多些人過來看一下 究竟是怎樣去搞法 有很多人都是用一些很傳統煮飯的想法去煮 煮乾水 我都聽過 但是不應該煮乾水 我們現在等它 這裡這樣做法最少要煮35分鐘 在35分鐘裏面我們介紹其他產品 以及介紹一些特教產品 好嗎 明白 OK 剛剛我倒了是6匙水下去 雖然我最後還有半匙倒下去 是補回我 因為我剛才有些是浸不滿水的 6匙半 即是我6匙水 要是3匙米 就6匙水 那我們在這裡的期間呢 我們就介紹一些產品了 首先呢 我用這裡直播網購APP 我現在打一打的icon 這個是脫糖電飯煲 我退回脫糖電飯煲的icon給大家看一下 要買就可以按進去啦 要是呢 它有兩個價錢的 現在做的這個價錢呢 只有7日保養而已 都是行來的 但是就是7日保養 因為有些人說 幾百元不保 說一兩年壞了 都免得坐車去做 所以就買這個價錢 就是7日保的 另外有個價錢呢 你按進去裡面 我記得應該可以選擇 貴一點點就是一年保 多幾十元而已 就看看隨你喜歡 都是按多次啦 這樣就 這裡直播網購的朋友 會看到我的icon 其實Facebook的朋友 可能都看不到 你看不看到我多了這一行東西 這一行東西就是 我剛才用 這裡直播網購按出來 我按了這個就是 電飯煲的icon 你可以一直看著我直播 一直看著我 這個電飯煲的其他的information 其他的資料 都很好玩的 其實就是 第一 我一輩子不在這裡買 一元都不用付錢 所以是很好玩的 現在我就 在期間來講 我就都要把我的直播 share出去 我自己都親自share一次出去 然後呢 我再介紹新產品給大家看 大家都幫幫忙 share出去 叫多點朋友看一下 走馬燈如果走三十分鐘是否有問題 其實走馬燈一定走不到三十分鐘 比進走不到二十分鐘 所以呢 你若果是發覺走三十分鐘 你可能需要拿回購買的地方 或者是 你若果是有那個Rainbow貼紙 就可以聯絡Rainbow 代理那裏做這個保養的 就看看什麼事 因為這個情況是 我告訴你 其實我 我接觸過這麼多步 是不會有這個情況出現的 比進五過二十分鐘 現在我們 其實 我就剛才九點正式 正式開始 那一倒水 那樣 其實我想都是九點十二分 才開始 現在是九點十四分 你當現在先走了兩分鐘 或者三分鐘 如果你現在數一下 我走馬燈走三分鐘之後 什麼時候 我當十一分開始是走馬燈的 你看看 什麼時候走馬燈會走完 你看看效果是怎樣 咦 還沒到 差不多 應該多給兩分鐘 應該是轉二十分鐘起步了 差不多時間 一天都玩了 不是喔 要十幾分鐘 剛才才十一分鐘 最少還有三十 現在起步了 二十六分 十五分鐘就跳了 二十 這裏現在開始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開始數起了 大家可能 就 未必說看得那麼清楚了 那我現在呢 就把Youtube的朋友的攝錄 我放過去看看 看看 現在倒數這個 倒數那個 那個分鐘的時間 是 Reverse了 所以看到好像零五 其實二十 是二十分鐘 現在到這裏的朋友 那我現在再 給大家看看 因為 暫時呢 我用這個 這裏的APP 看到嗎 現在倒數了 現在真正 剛才是做一個 脫糖蒸飯 將 脫糖的 電 電呢 澱粉那樣東西 就是 弄走它出來 我覺得 OK 現在呢 電飯煲不要捨這麼多 我現在 都是要介紹一些 產品 因為他在煮飯也沒有什麼好看 對不對 看不看得到響了 我的電飯煲響了 OK 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現在 我的時間是9點46分 9點46分 那你等我 放一放一些東西 我不夠一兩分鐘 我開來看看飯 究竟是不是軟的 因為我剛才沒有洗米 其實飯是很乾身的 我先洗一洗手 OK 大家就看了 我現在呢 剛才說的 9點46分 現在也是 即是等於同時間開 嘩 都很滾 開了 這裡面頭的飯 是比較硬身一點 因為我沒有洗米 但是呢 我現在呢 就把它翻一翻 因為底是比較軟身 因為我其實是沒有洗米 如果你洗了米 就會軟身一點 其實呢 現在的米 旁邊是比較硬身 但是它不是生的 是熟的 硬身 所以現在是 將底部翻一翻 翻了出來 底部其實比較軟身一點 然後 翻完之後 繼續焗 因為其實呢 它裡面還有水 這裡寫著01 其實我通常都按取消了它 說明書有寫明 焗5分鐘 至10分鐘 但是其實我試過來說呢 因為我如果洗米呢 是完全軟的了 我如果沒有洗米 就這樣軟下去呢 就好像現在的效果 但是現在的效果其實都軟 但是就沒有想像中那麼軟的 但是如果你說 根據說明書來講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 再焗它5至10分鐘呢 不要說5至10分鐘 我現在就 剛才46分煮完啦 我47分就開了 開了1分鐘 我現在48分 我就52分開來看看 飯有多軟 待會在你面前捏什麼 看米是多軟 好嗎 我剛才示範的方法呢 其實米是差不多沒有水分 因為我沒有洗米 因為你以為那個洗米呢 它面頭那一層呢 走了之後呢 它那個吸水能力會更加好 其實應該是洗米呢 它做那個脫糖電飯的效果更加好 因為它要把裡面的電解 那些 電粉呢 是一早蒸了 留在下面 但是現在呢 看到的效果呢 其實都叫軟 但是就沒有極之軟的感覺 但是根據說明書呢 它是說煮完之後呢 要等多5至10分鐘 現在又寫著02 現在這裡是02 即是說已經是放在這裡 再焗到第二分鐘 我們就當 現在呢 我們是9點49分 9點49分呢 我們去到 52 53分 再開來看看 那你就知道那些飯人影 我就會撿幾顆 一劈 捏一捏 給你看究竟能不能 大家 等多一會 現在是多少 50分 還有兩分幾三分鐘 還有兩分幾三分鐘 其實我告訴你 這個效果呢 即是你說原來要焗一會兒 其實我試過幾次煮呢 是不用焗的 為什麼呢 我是洗完米 放進去 只要一盒再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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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反一反 因為我洗完米 放進去 一煮飯已經是軟 但是我告訴我 剛才你們看到的直播情況 乾了米 就這樣放進去 然後就這樣淋水上去 然後就做這個脫糖 它變得淋水和你會弱了 但是其實呢 脫糖典飯煲的理論是什麼呢 大家呢 若果是有糖尿病 醫生都會跟你說 不要吃粥的 因為其實呢 米裡面呢 若果你是 夠水份呢 令到它裡面的米 那個澱粉呢 就是 讓你身體容易吸收呢 那個就變成糖 但是呢 這個脫糖典飯煲呢 就令到它裡面煮熟了 但是水份是少的 脫糖典飯煲的飯呢 有什麼特色呢 若果你是煮好了 軟的飯 你擺出來幾分鐘之後 你會發覺是 開始慢慢硬的 所以脫糖典飯煲的飯 煮完了 你現在就焗著 要不就馬上吃了 不要給它吹風 吹風就硬的了 但是有一個優點 拿來做炒飯一流 對不對 炒飯 食神都說呢 炒飯最重要是什麼 隔夜飯 但是我們不用太介意飯 用脫糖典飯煲 做出來的飯 已經是硬身炒飯 也應該挺香的 所以現在呢 我們是52分 應該還有一分鐘左右 我們再開來看一下 看看飯有多軟 因為我都會親手拿來捏 給你們看 飯有什麼效果 我不會太大力捏的 小米有品 鎮釘VC01 一手提吸塵機 附有兩個吸嘴 其實它的兩個吸嘴 可以當成三個 為什麼呢 這個變形 這個 是不是 可以這樣的 這樣吸東西 就幾個吸嘴 等等 咦 53分 給我擦擦手 因為剛才摸完吸塵機 還是有點不安樂 是不是 現在開來看看 好嗎 看看裡面有多少水 剩下 因為有很多人說煮乾水 原來它不是用脫糖方法煮 是用普通煮飯的方法 哇 淋了很多 我拿一些比較 硬身一些 捏下去 這些是比較硬身一些 但是不是生米 這些很有彈性 還沒有 等一下 我捏到 給你看 很有彈性 你看看我融了 這塊 你如果生米 你捏不到這樣 會融出來的 很有彈性 這些 好像橡膠 你看我捏了出來 不會融 不會被你捏得融 那些東西 那我就 我再找一些再軟一些 因為我放煮邊的焗 一定會硬身一些 看到我捏扁了 因為它是煮了 所以是硬身一些 但是 亦都這樣說 因為我試過很多次 我上幾次都有做過直播 其實我上幾次 飯是會再軟一些 為什麼 因為我上次洗了米 上次洗了米 就這樣放下去 是一煮就軟了 但是這次 就比較彈身一些 但是你一看到是熟 因為捏得軟 還有有 這種效果 生米怎麼捏的效果 是不是 你不要想著 脫糖甜飯煲 吃出來的口感 跟軟軟的米一樣 因為它裡面的水份 是比較少的 但是現在 我們看完米是熟 我們就開來看看 裡面的碗水有多少水值 嘩 都幾嚴重 首先 要開碗水來講 我也要 帶點配備 因為都幾滾 先拿兩塊刺子 OK 看著 嘩 那些水呢 在下面 有的 但是可能大家看不到 我會把鏡頭伸過去看看 嘩 都幾滾 首先找個地方 安慈好可以鬥飯 先 OK OK 那就 嘩 我首先 Facebook的朋友呢 我現在把鏡頭呢 遞過去 遞過去 我會反轉鏡頭給大家 看看 看一看的 嘩 水的效果就是這樣 如果我看一下 其實你就這樣看 看不到有多少水 看到嗎 看到嗎 就是有的水 也有這麼多 而且你不會看到它 全白了 因為實際上 你電視機 看到那些 什麼全白了 那些效果呢 是什麼來的呢 老實說 你洗米的水 也不會這麼白 對吧 現在到這裡的朋友 我就把鏡頭放進去 看看 看看 先轉一轉 鏡頭的方向 啊 真的考起我了 不過你就這樣看看這個 看看看不看到 看到嗎 還有很多水 還有很多水 所以我告訴你 脫糖電飯煲 煮出來的效果 應該就是這樣 第一 它是有水 它不會煮到乾了米 第二 米呢 是會有比較厚一點的彈性 其實我剛才焗了5分鐘 如果你說想再軟一點 你就焗夠10分鐘 其實它上面都有寫 寫個時間 但那個時間呢 其實是一個參考 它一直數時間上去 就視乎你要多軟 但是實際上 脫糖電飯煲的米呢 吹了風之後呢 是很快 就是比較會容易硬 因為它的水分真的少一點 我現在拿回剛才 我拿了出去吹風的米 來試一下效果 好嗎 這盤 大家會看到 其實它真的是飯 已經是飯的樣子 其實很難找到它有生米 就是有些人說 為什麼要煮到生米呢 其實它們根本可能就 就是按了第二個功能 或者是它是 有些米的特質 可能要多一點點水 那些這樣的效果 因為你正常來講 煮飯呢 我們以前煮飯呢 是一式一樣的煮 就是因為水是完全浸著飯 所以飯怎樣呢 要是很軟 要是就軟 就不會說呢 有些少少是彈性 因為你弱了彈性 水分是比較少的 但是你脫糖電飯煲呢 其實它盡量呢 想將水分減低 以及將水分帶到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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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澱粉的電 一起在下面流下去 所以呢 你吃出來那個吸糖的能力呢 就是你身體吸收糖的能力 就會少了很多 所以就 做到這個脫糖的效果了 所以今天呢 都拿多顆啦 出來玩一下啦 都煮了 是不是呢 牙鏈給大家看一下 這些呢 這些呢 一些漿糊的效果了 即是不應該是有 即是那些叫硬飯 那些這樣的東西 因為我已經是拿飯煲邊的 飯煲邊那些 因為漢糊會比較乾身一點 都是 已經是做到這樣的效果 所以 其實正常來講 都是這樣使用的了 這樣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是 各位朋友在 這裏 直播網購買到的電飯煲呢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聯絡我們 我們會教你怎樣用 或者是解釋給你聽 或者是看一下你有什麼 按錯的地方 我們都盡量會 就是會跟你想方法去解決了 那這樣就 今天呢 我們都玩了一個小時 由電飯煲啦 由小米手指說 這隻真的很划算 三百八百元而已 然後呢 現在呢 這個11棉nano 這個按摩槍呢 現在是包了運費 才講到四百九十八 這樣就 一個月而已 還有啊 你現在用這裏直播網購app來買 有二十塊錢 現在先拿了二十塊錢 今晚買就 用到二十塊錢的啦 然後呢 還有這個 生產這個 消毒劑的 這個電解器 這個一百九十塊錢 做了出來的 鹽酸的水 倒在這裏噴 就一流了 這把槍呢 用來消毒 噴一下你的車 噴一下一些 小動物那些地方 你也知道多少細菌 這些又叫做 不是那些 天牙水啊 腐蝕性那些 那些貓貓狗狗 一問到你的酒精 嘩 那個樣子就馬上了 掉頭走 用這些就沒有那麼大問題了 然後呢 今天呢 其實最重要呢 就是講這個吸塵機 這個吸塵機 用Type C 充電 它比上一代來說 那個吸力大約1.5倍 價錢也很便宜 那幾個東西 那我這裏直播網站的朋友 按多次給大家看一下 那首先呢 我今天呢 最主要呢 就煮了個飯 煮飯呢 是用這個電飯煲的 Fidada脫塘電飯煲 現在CSL都可以賣 那是Rainbow公司 香港代理的 那就是 這個電飯煲 除了這個 之後呢 嘩 那些飯呢 你不要告訴我 硬啊 大佬貼手黏到 那些飯呢 貼手黏到呢 好像膠水一樣 啊 然後我們再這樣 電飯煲之後呢 我們再介紹了呢 就是這個 Sayami Nano 超特價 Sayami Nano 如果這裏直播網 靠APP的朋友可以看到 我按這個item 498元 包括雲費 呃 飯 呵 就是要趁熱吃 其實很多東西都要趁熱吃的 除非拿來做壽司的 呵呵 那我們 我們 再繼續 笑話 我喜歡講的 大家 大家不要介意就行了 如果不喜歡 就說一句 你不要說笑話 我馬上不說 OK 現在我們再按一下 剛剛我們介紹過 小米的 MeTV的國際版 這個不是大陸版的 有了Google Play 等等 388元 還可以用語音來找電影 多麼方便 多麼夠水 還有這個 手機投射 你 譬如你要手機投射 你自己的生活影片 或者一些相片 上電視機 那你在手機裡面 裝一個叫做Google Home 裝之後呢 你的相簿的東西 按下去就可以彈上電視機看 除此之外 還有你YouTube看的東西 一按鍵就可以 經過這個東西彈上電視機看 或者直接在這裡看YouTube Netflix Disney 什麼東西都有 OK 然後 除了這個 我們今天除了講了這個 MeTV Stick 還有這個 這個 電解消毒水製造器 199元 就是這支 OK 另外 另外 如果有這個 當然要買另外一個 那個就是 孖寶兄弟 大家擺明 那個是 這個 Atomizer的 藍光噴霧器 噴霧槍 肥兩下給大家看看 咦 咦 關掉了 開 嘩 幾個人 噴霧器 現在噴霧器 你用來玩 潑水節也很好玩 用來肥也很好玩 但當然用來做消毒 即是消毒噴霧 例如噴霧 噴霧 一些動物住的家 或者是自己的車 一些地方是 不方便 那麼容易擦到 但又想用殺菌劑 我就用這個 但不要噴皺精 記住 OK 除了這樣之外 我們再按 今天 除了這幾樣東西 最主要就是 剛剛我們 又回來的 568元 這個 VC01 Derma VC01 USB Type-C 充電的 手提吸塵機 最大的優點就是 除了手提 除了手提 之外 還可以用USB充電 你帶到去哪個國家 或者你 放在車上 你這輛車只需要有一個充電器 就可以 充電 即是充手機充電的USB Type-C 就可以充電 OK 就非常之這麼方便 那麼 滋水槍幾好 滋水槍當然好 好過癮 我告訴你 我的朋友 出去搬東西 搬到死死下 那時候 不知幾好享受 涼涼快快 當然是用來消毒 但是 那些人用來玩潑水節 吐槍 好過癮的 今天 我們都 講到的產品 都是大致這麼多 OK 大致這麼多 希望大家 喜歡我的直播 但是 我也都很 很希望大家 會給我一些意見 我想做什麼的產品 示範一些什麼 給大家看一下 只要開到聲 我做得到 我盡量都會為大家去 找這件產品來介紹的 那麼 今天呢 多謝各位觀看了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 阿達 這裏直播網購 今天呢 就 到此為止了 但是 一刻來講 你快點裝這裏直播網購app 拿了20元優惠券 我就算關機都好 你都還拿得 今晚11點59分之前 拿了20元 要今晚11點59分之內 要用了 不用的話 放進去 用不到了 下個星期我又給你另一個 Coupon 當然就 買給小朋友 買給小朋友玩 但是 記得充電的時候 叫他不要碰水 哈哈哈 電到就不要 OK 今天就說到這裏 下次我們再見 下次我們說什麼好呢 下次再告訴你 好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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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